车对于人们来说已经不是一个新奇的东西 即使是一些现在还没有拥有自己车的人 初心也会乘坐车 那么在路上走多了 我们就会看到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 比如说路上出现车胎系红绳的车 那作为有经验的老司机 就会选择主动避开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或许我们会觉得好奇 为什么会在轮胎上系红绳 系红绳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其实在轮胎系红绳 有这样的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一些司机觉得买了新车 是一件值得庆衡的事情 而且是一件值得郑重对待的事情 所以就会在车的轮胎上系上红布 人们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表达买了新车的习近 第二个原因就是为了祈求平安出行 这个要就受到我国古代的习惯了 现在人们在新车上系红绳 也是有一个有意思在里面 所以新车司机再配上一辆新车上路 人们为了祈求出行安全 就采用了系红绳的办法 那些经验丰富的老司机就按一其中的道理 所以他们在看到这样的车的时候就会选择主动避让 并且这样的车的司机可能还是新车开车的技术还没有那么熟练 所以提前避开为好 我们在看到这两个原因之后就会恍然大悟 知道为什么路上会有车胎系红绳的车子了 其实这对新手司机和新车来说是一个心理安慰 对其他司机来说也是一个明显的提醒 有些司机耍小聪明的时候也会用红布车等号牌 为的是逃避电子眼 但是这个肯定是一个不好的现象 所以不建议大家采用